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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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來 來拆裝這一組 舊的 這個鏡子 我們把它拆下來 好 這邊 這邊 大概就是鎖著吧 拆卸這個平台 鏡子的平台 用這個一字 一字起字 把它轉開 這個來度 拆下來 這邊也是 拆下來 它只是用塑膠 把它夾住玻璃而已 你看 這樣就取下來了 這樣就取下來了 先放邊邊 好 上去的就是把它 用到 螺絲起 把它卸下來 好 上去的就是把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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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就拆下來 然後這個好像 已經是崩牙 崩牙 崩牙 就是要破壞 崩牙就是要破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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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來來開箱這個 鏡子 新的鏡子 高級明鏡 高級明鏡 這個是新 新的拖牌 這個鏡子 方形的鏡子 好 我們就要安裝在這裡 好 好 好 用這個塞子把它塞進去 動 螺絲 把它 進去 好 這樣就可以掉鏡子了 好 這樣 小心 有 好 太軟了 天 太緊了 鬆回來一點 好 這樣鏡子就裝好了 這樣 這邊的鏡子就裝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裝它下面的托盤 因為它原來的洞 我們就不必重新鑽洞 這個動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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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要裝了些什麼 這個動作 這要裝得太快 好 兩側盲滴 劃下來 開始轉動 用這個可以蒐集粉塵 然後電轉來轉 粉塵就不會掉盲滴 好 再塞一個塞子 打進 這個平台鑽動 強力鑽動 現在把鎖螺絲下去 就完成了 兩個都鎖 好 鎖好 再來 這樣 然後這個螺絲會 你看到的水會容易換掉 它附了兩個蓋子 這個蓋子就是把這個插進去 這樣 這裡 遮住了 比較美觀 OK 這樣 平台也完工了 好 接下來分享一下這個鏡子 鏡子全部老舊 全部拆換掉 包括有個平台 還有水龍頭也全部更新 換成最新的 它的除下 就接到這裡的水管來 好 那這個麵盆下面 這也是壞掉的 也是更新 那它接下來就是這根管 然後到這個U型管 這個都是換成不鏽鋼的 也完成 到進去都是有橡膠塞很緊 所以不會漏水的 那看來這兩天 這邊檢查是沒有水的 然後這邊有個蓋子 這邊 這邊都做動 做動完 這樣可以蓄水 在這裡吸入 這樣 這個也是幫我全部換成 字幕提供